17年旧案重启 就是我们2003年12月5日 发生的一起重大刑事案件 我们给它命名了也叫2003-125案件 烟头纸巾四五十岁 这些线索指向了它 存在一个25%相似 觉得它这个50多岁这个年龄 还是有这个专案条件的 一张出声证明推翻所有判断 案件走向急转 现在已经厄旁区就没有这个地名了 厄旁区公路30号 面对这个消失的地址 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呢 在出生这里背面呢 还有一个账 是这个医院的账 后制24部队辅助医院 从南京到西安 专案组踏上了千里追寻之路 公路30号 今日说法即将为你播出 这段视频拍摄的时间是2003年 地点是当年的江苏省南京市 沿江工业开发区公安分局 这段视频之所以能保存至今 是因为2003年在那里发生了一起大案 案子当年没破 凶手十多年来 阴信全无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2003年发生的案子 距今十多年过去了 十多年间原来负责这起案子的 江苏省南京市沿江经济开发区 公安分局几经机构改革 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2020年案发17年后 南京市江北新区公安分局 把案子接了过来 重新开卷查案 毕加瓦111号 位于南京市西厂门地区老居民区 其四周以大多为平房建筑 当年的案子就发生在这间房子里 就是我们2003年12月5日 发生的一起重大刑事案件 我们给它命名了也叫 2003-125案件 十多年过去了 旧案重启侦查 无视人非 难度可想而知 应该来讲 命案件对一个刑警来说 始终是如拱在后的一件事情 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 对命案件的这种侦破 专案组要做的第一件事 是月卷 其实刚开始案件的时候 大家还是就是毫不头绪 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计案 我们就是开展正常的工作 在里面找一些有用的 对我们来说 现在可以继续开展工作的一些线索 得益于证据保存完整 月卷的过程中 案件的样貌逐渐清晰 案卷中记载 被害人是一名女性 遭受侵害后遇难 报警人是她的丈夫 笔录中记录着她的话 我下午十三时 外出打麻将 十七时回来时 发现出租住房 大门打不开 便绕到了后窗 翻入室内 发现妻子躺在床上 已经遇难了 当年的情况 根据勘查笔录来看 接到报警后 警察赶赴了现场 当年的办案人员 有摄像机 记录下了第一现场的真实情况 对对对 我现在在现场 我现在在现场 好好好 你们坐 对不对 然后从后门 从后门 当时天色已晚 办案人员 在室内光与电筒光条件下 进行勘查 案发的房子是间出租房 仪式结构 其进出大门 开在南墙西角 为高约一米九一 宽约八十公分的木质门 外红七里黄七 是朝离开的 她丈夫打完马匠以后 打个屋里黄东 回来以后发现 丈夫到底讲 丈夫有没有要事 接下来把屋里 看下来 根据勘查笔录来看 在里侧门的左方 离地面九十三厘米的位置 安装着私壁零锁 离地面一百一十三厘米的位置 安装着插销 现场勘查 门锁插销均完好 未见明显破坏 据报案人称 案发时 门是关着的 里侧上锁单位插销 在四倍零锁的下方 九厘米处的门框上 发现了一道长五厘米 宽四点五厘米的红色划痕 北墙上开双扇窗 里侧用挂立纸 护成窗帘 用一挡光 此床原本是关好的 报案人翻进房间时打开 她的丈夫是通过破坏性的手段 进了房间 因为当时门锁了 她把窗子相当于玻璃砸开 在那边把窗子扒开进去 然后打开的 她还给这个 她妻子被子盖一盖 东西收了手 然后才喊邻居什么的 去报得紧 所以说她丈夫对这个 没想到这个 案发的这个进出口 包括中心现场 其实是起了破坏的作用的 图中标注一的 就是报警人妻子 在房中遇害的位置 她是在床上遇害的 床位于整间屋子的东南角 头南脚北 依东墙摆发 这个女的当时到现场的时候 这个女的脖子上 还是紧紧地勒着一根丝巾 然后这个法医分析 应该是这个丝巾造成的这个窒息 这个时候按照我们法医分析 这个就是嫌疑人 应该已经离开了有两个小时左右 当年的勘察过程中 警察曾在被害者身下 发现了一组重要的物证 一团白色纸巾 白色纸巾 是当年专案组关注的重点 在卷宗中 针对屋内其他的纸巾 还有多处提及 门口左侧一膝墙 有一废纸楼 废纸楼内有红色的袋子 在袋子内也发现了 四团白色纸巾 后期经过检验 结论是案发现场发现的纸巾 用过与否均是相同类型 和床上的一样 在纸巾上发现了这个生物剪裁 三种混合DNA 然后其中一个 是他的丈夫陈某 这个人我们又再次跟他见面谈话 然后把这个人 嫌疑给他拍掉 还有一个是 一个当时是70多岁 现在已经80多岁的一个老年人 我们和他也再次的见面谈话 把这两个嫌疑人 这两个人的这个嫌疑 拍除掉之后 还有一个关键的物证 就是这个另一种DNA 因为这种混合DNA 在当年受制于这种技术限制 当时是没有办法做这种比对的 纸巾上的DNA 没能提供有效的信息 但那并不是当年警察采集到的唯一物证 勘察中 警察在室内地面 还发现了一枚烟头 距门口约41.5厘米 离西墙约43厘米 是鸿南京烟的烟头 地面的烟头进行进一步的这个DNA检验 读出来的这个DNA 它这个STR分行啊 是一致的 这个明确应该是嫌疑人所留 警察当年在这门烟头上 同样提取到了生物剪裁 但遗憾的是 同样没有发现能够比重的DNA 但是在后来警察对现场及周边 大范围滚动式的排查走访中 一位目击者再次提到了 和这门烟头有关的信息 这个在受害人隔壁啊 这个有个老头老太太 然后他们两个呢 平时年龄大了嘛 没什么事 就在这个家门口晒晒太阳 然后这个老头呢 他有一块手表 然后他有这个习惯性看表的动作 所以我们在对他走访的时候 他能描述得很清楚 在几点几分 有某某某人来了 讲说曾经看到一个比较可疑的人 大背头 过来的时候是叼着烟进来的 叼着烟过去进到房间的 走的时候形色匆匆 四五十岁 打背头 这无疑是最接近嫌疑人特征的刻画了 但是在当年大量的走访记录中可以看到 这种形象的可疑人员警察着实找了不少 但最终都排除和否定了 在案发时间段内 具有此类特征的人 到底谁在现场或者现场附近出现过 是当年办案人员一直没能确定的 那个地方就没有监控 那边房租很便宜 然后大量的流动人口 外来无工人员 现在我们监控装好了 但是在17年前 当时除了主要路口 像这种 相当于那种蓬户区里面的监控设施 确实不是很完善 现场一个监控都没有 到此案件当年的信息全部梳理完毕 在甄别之后 最直观有用的物证 当属那枚烟头和纸巾 当年没能检出信息 如今再见 但基于当时现场 看查的细致仔细 以及规范严谨的物证 使得我们当年在现场 采到的二十几个生物剪裁 得以规范的一直保存到现在 我们可以现在依然 利用当年的提取的生物剪裁 来进行按现在的新的技术 和新的手段 来进行我们的技术比对 第一颗信息量大幅度大幅度大幅度的上升 这个采取的数据越来越多 我们在反复把这个现场 领域中的这个订阅数据 反复在库里面就重复比对 终于有突破性的进展 海量的比对过后 技术人员在库里比重了一个 跟现场所留生物剪裁 相似度为25%的男子 他姓邵 现居住在江苏淮湾 找到这个邵的时候 也对他进行一个研判 发现他五十多岁 因为他的确在年龄上 是很符合我们大概的一个目标 就已经进入我们的最底线了 已经进入我们这个 框定的这个年龄区间的一个最底线 我们年龄区间四十多岁嘛 找到邵某的时候 实际上觉得他这个五十多岁 这个年龄还是有这个状态条件的 根据当年证人的说法 那个时候嫌疑人大概四五十岁 案件再次办理的时间是2020年 离案发的2003年过去了17年 这名姓邵的男子 从年龄上来说是符合的 进一步调查 信息似乎又有些不确定 查了一下他的这个信息 发现这个人呢 这个这么多年来 也有来过南京 但是在那个时间段里边 应该是没有到过南京的 首先这一点呢 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 就是挫败感 我当时其实也怀疑说 是不是我们的数据出错了 数据做出来的结果是相似度 百分之二十五 那么这到底能说明什么呢 我们拿到手的数据 是百分之二十五相似 也就是说四分之一的相似度 那么我们就 他这个肯定是 不是同父亲的 同一个父亲就是亲兄弟 百分之五十的相似 同一个爷爷呢 存在一个百分之二十五相似 这样的话 他会和我们这个目标 是有一个相吻合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的定的目标 在也是从这近四代人里边 去找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很确认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的亲属力 必然有我们的这个嫌疑人 所以这一条呢 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信息 目前看来 当年案子的真凶 很可能就是这名 少姓男子的亲戚 专案组马不停蹄 在和当地公安机关接洽后 围绕少姓男子一家的工作 秘密展开 从南京出发 一路向北到达淮湾后 专案组先和当地的公安碰了头 了解情况时 警察本来是想问一问 他家中亲戚的情况 没想到意外得知了另外一个情况 当时我们过去一问 他们这个有个社区已经讲了 说这个人我知道 这个人应该是抱养来的 然后我们又走访了他的 就是相当于他这个养父母的这个兄弟 因为他养父母年龄大已经过世了 他养父母的弟弟还在 我们这个他养父母的弟弟是我去谈的 他那个人来了就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 当时他的这个哥哥 哥哥嫂嫂没有生育能力 就想抱养个孩子 刚好在隔壁 就是相当于隔壁镇子上 然后刚好有个女的带个小孩 当时才三四岁吧 然后那个也刚好有 想把小孩就是 找一个好人家来寄养这种想法 既然是抱养 那么少姓男子 与现在的家人就没有血缘关系 对于寻找真凶的意义 当然也就没有 当时满怀信心的去的 然后到着之后 一盘冷水就泼在头上了 就是本来我们都以为 这是围绕他工作 这个案件就基本成了 结果最后就所有线组都断到了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警察还是采集了 少姓男子亲戚的血样 送回检验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很远 就是完全毫无关联的这种感觉 就是人家还有个25%的相似 他就等于说0%的相似 那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完全可以排除姓少的家族了 姓少家族那么目前唯一的一点 就是说姓少的这个本人 他这个本人的这个情况 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心里就是相对来说能放得下 那就直接和他接触 在和少姓男子见面时 他拿出了一张出生证明 老的那种就是50年代 像类似于像三连弹一样那种材质的 上面是拿圆珠笔写的 蓝色圆珠笔写的 这个字迹已经有点模糊 然后那个破损呢 就是因为这个长期的折叠存放 破损很严重 后面这个还糊了一张这个杏质 就是也是五六十年代那种材质的兴致 年代久远 出生证明已有破损 字迹也已模糊 但上面的关键信息 还是可以辨认的 新生儿姓名朱某 户籍地址是陕西省西安市 阿旁区公路30号 上面有他母亲的姓名 和当时接生医师的姓名 抱扬的事实是杂实了 在桓安的工作告一段落 在征得少姓男子同意之后 警察带着那张六十年代的出生证明 回到了南京 那么案子接下来 该往哪个方向走呢 就可以肯定的是 应该是在这个 他周围的关系 比较近一点的亲戚当中 所以呢 我们还是得把这个思路 转移到这个少母 本来的家族 这个成员当中 来进行拍唱 转移到少母 本来家族中 这说白了就是寻亲 但这谈何容易呢 自从少母三岁被领养后 双方没有往来 五十多年过去了 她的父母是否还健在 就算健在 她的亲戚又都在何处呢 一切的一切 还得从这张出生证明入手 而上面直接可以拿来用的信息 只有厄旁区公路三十号 现在已经厄旁区就没有这个地名了 而且那个门牌号也是感觉很模糊 公路三十号 然后我们现在用百度地图 高度地图搜一下 查不到这个地方了 所以说当时也感觉非常渺茫的一个事情 因为这个 你看那是六几年的事情 西安这个这么多年城市建设 肯定是很多的地方 可能都已经推倒重建了 现在这个地方有没有 真的是未知数了 围绕这个厄旁区公路三十号开展工作 才有可能找到少母原生家族 以及跟他有血缘关系的人 这是工作的目的 眼下去西安实地开展侦查 势在必行了 在派往西安的人选上 专案组精心做了挑选 因为西安的这块工作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们当时专案组在考虑 外出取证 外出调查的时候 这个人选的问题 我们当时这个 把我们已经退休二线的一位 李毛军同志 他以前担任过大厂地区 行政大队大队长 有着丰富的侦查工作经验 同时我们的第二个人选 老洛洪志 工作三十年来 一直都在基层派出所 所以他有着丰富的派出所 户籍管理 户籍查验的经验 因为我们预见到 到了西安以后 我们将面对着海量的基础的 户籍信息 第三个立飞 是我们一个年轻的 优秀侦查员骨干 这个同志 不管是在对情报方面 还是基层走访工作上面 都是有着丰富的经验 所以我们当时专案组 决定由这三个同志 组成一个三大级的 这么一个工作小组 去西安开展工作 入选人确定 入选的三个人 在动身前先碰了个头 这个领导专案组通知我说 然后你别选中 然后去西安 就是高度放权 因为我们在这儿 也不知道你们到西安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你们三个人 既是指挥部 也是行动组 然后自己协商决策 我们三个人碰了个头 那个我们老领导就说了 说这个我们大致方向 还是围绕这个地名来做 这个是跟我们专案组 思路是这个保持一致的 出发前 三人再次研判了 这张出生证明 新的线索又被发现 因为出生证明有破损 被粘在了另外的一张纸上 而这张纸上有一个公章 在出生证明的背面呢 还有一个账 是这个医院的账 后置244部队辅助医院 医院相比而言 感觉是像军队的医院 第二张纸是一个医院的 一个病例的 应该是交费单 条件多了 是件好事 但几十年过去了 这个医院 现在又是个什么情况呢 通过这个 就大量的检索 里面这个 这个是个部队的方号码 在一个回忆录里面 一个一个人的 写的回忆录里面 他回忆到 被招到 赫兹244部队 第一复守医院 后面干医生去了 就这个回忆录 上面就写了 这是就是现在 以后的第四军医大学 那么现在叫西津医院 就是西安市 西津医院 医院的信息被明确了 但再看地址 三个人感到 有些不对劲 因为这个厄房区 和这个空军军医大学 它属于西安市 一东一西 如果说从厄房区 到军医大学 它应该是横跨 整个西安市区 如果说单纯是为了 这个接生息亲生儿的话 它没有必要这样做 出生证明 是少某的亲生父母留下的 那么这张纸 应该也是他们粘上去的 为什么会把出生证明 站在这张病历纸上 这个医院和他家 到底有什么联系呢 在分析少某的收养关系时 他们发现了 其中可能存在的联系 他的父亲呢 就是西安的父亲呢 六八年四月份 之前去世了 正因为去世了 他在西安没有办法生成 才把这个小孩带回来 估计给这个新少年人家的 因为当时的时候 我们在说呢 就是这个估计的时候 他母亲是41岁 那就是说呢 他父亲很有可能 就是大概 也是在四五世纪 这个年龄 这个年龄 如果是这个 去世的话 应该是胜于重病 这样子我们判断的 很有可能是他 这个父亲啊 看病的地方 如果是说看病的地方 我们在想 肯定就有 丙尼拉 档安拉 对吧 所以说我们第一步走的呢 是当时我们在想 第一步走呢 我们到医院去查 相关的资料 第一站 目标明确 带着疑问 三个人出发 前往西岸 2020年重启侦查的这件案子 在案发17年后 之所以还能拎出线头 当然得益于 形式科学技术的进步 但更重要的是 当年物证采集全面 和保存完好 未破案件的证据 保存到底有多重要 我们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刑侦学副教授 景小龙来为我们解读 自从全国公安机关 开展命案基案 攻坚行动以来 我们取得了丰硕的战果 侦破了一大批 陈年旧案 在案件的侦破过程当中 我们再一次深切的 体会到了证据收集 和证据保全的重要意义 本案就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例子 如果说17年前的案卷 和证据没有得到 妥善的保管 我想这起案件的真相 将有可能永远被尘封 与案件相关的 痕迹无证 承载着大量的犯罪信息 而这些犯罪信息呢 又是我们分析判断案情的 一个基础 在现场当中 恰恰就保留着 与犯罪和犯罪人相关的信息 保留着大量的犯罪证据 所以我们说 犯罪现场勘查 是案件侦查的起点和门户 现场勘查质量的高低 将直接影响着 案件的侦破进程 当然了 这些年 我们的形式科学技术 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形式科学技术 再先进 我们破案 还是需要条件的 而这个条件 就是证据 如果说 我们在现场当中 没有发现证据 固定证据 和提取证据 那经验再丰富的行政专家 也会束手无策 这就是 巧妇难为 五米之吹嘛 那还有一些情况 我们虽然说 把证据都收集好了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事的变更 单位的搬迁 或者说保管不利 这些证据又会丢失 污染 或者损毁 所以 我们侦察机关 强调的是 对于这些手印 足迹 腔弹痕迹 生物物证 DNA等生物物证 只要我们把它收集过来之后 必须要保证 存储在一个 合适的环境当中 即便 这些证据材料 以我们现在的技术 无法使用 我们也要尽可能的 为今后的技术发展 留下希望 证据是决定案件 成立与否的关键因素 出发西安的三人 仅凭一张六十年代的 出生证明 能不能找到 和案子关联的那个人 在西安 他们又将遭遇 什么困境 明天的节目中 将继续给你们解释 好 感谢收看 今天的今天的说法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